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今天上午在万里区野柳国小市举办了新北吉时利新书发表会 新北市教育局长就特别出席 并且和万里区长一起点亮新北的食农教育绿活地图 校长就说吉时利特别邀聘画家杨丽丽 以生动活泼的夸式铜区画法 结合新北市的农与特产 让大家了解不同月份的食农生态和环境 今天上午在万里区野柳国小举办了新北吉时利新书发表会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特别出席 并且与万里区长年雪晴一起点亮新北的食农教育绿活地图 四 三 二 一 新北当令吉时利发表 尽力点亮新北食农学习地图 万里区野柳国小在今天发表这一本新北吉时利新书 以同去彩绘结合新北市每个月份的海陆特产 教育局也表示这一本就是要呼吁大家 吃在地和吃当即 关注永续生态循环利用的友善环境 实践健康绿生活 吃在地 食当即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这边大概看到刚刚 尤其看到孩子 每次看到孩子就给我们很多远远不觉的动力 我就希望说孩子的未来在哪里 这样的一个好山 像我们新北有这么漂亮的一个海岸线 未来整个我想整个台湾的人才 他们下一代的人才 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土地上活得比我们更好 用最健康新鲜的食材 然后介绍给小朋友 甚至我们家长缺货来食用 然后知道这些食材里面 其实它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像我们知道十月份的万里蟹 那大家就知道万里蟹是万里的特产 那包括我们的归宏万里都可以开始 那个餐厅一家一家开 那我们的蟹我们前都市场里面 现在连接着都来了 万里区长表示在万里有最有名的万里蟹 还有今天表演当中的海女所采集的食花 这些都会呈现在这一本及时力当中 校长说及时力特别邀请画家杨丽玲女士 以生动活泼的夸式童趣画法 结合新北市区域性的渔农特产 让大家了解不同月份的食农生态和环境 那不论是在陆地上的耕种或者是在那个海洋的部分 其实都非常的深耕 那这次最主要就是局端有一个想法 希望透过一本及时力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让我们的家长 让我们的社会民众 能够非常清楚 新北市在地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海陆食农资源 然后能够永续的去经营 所以我们这次新出发法 除了食材之外 我们也推动海洋的漫渊运动 以及跟陆地上有关的有机农产品 以及就是我们的李三倡议 新北极实力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拉近农与产和生活的距离 让大家关注在地的食农优势和健康环境 也期许大家能够注重饮食安全和食农资源的永续 起立推动健康有机农产品 李三倡议的友善生态环境 和海洋存本的漫渔运动 让食农教育从小扎根 记者许端艺万里采访报导